Excel 里面其实可以用总共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 max 第二个函数是 match 加 index 那 match 加 index 其实也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你用 view 函数 你查资料 它一定只能查第一栏 但如果你不是查第一栏 那你可能就可以用 match 加 index 去取代 view 函数 OK 所以这很好用 但是我发现还是很多人不太会用 所以如果你连 Excel 都还不太会用的话 更何况说你要拍着来写程式 那可能难度又更高 可是如果你都会的话 那很多问题就可以很快解决 不然很多时候同学问一些 我会觉得你应该会 可是你好像还是不太会的这些问题 像 match 加 index 函数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不写程式的话 你最低限度也至少要学会这些函数 那这些函数应该可以称这 Excel 里面的高阶函数吧 OK 你说高阶 或者进阶吧 进阶函数吧 OK 好 那这些怎么用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概念是这样 第一个 我要找这个范围里面最高分 那最高分的话 我可以用统计类里面的 max 它统计那个范围里面的最高分 max 函数 那跟他讲范围就在这里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最高分 80 分 第二个的话到底这个范围里面最高分是谁 特别注意哦 所以我们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要去找什么 找这一个 80 分会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排第几个 然后我们再去找 A 栏里面同样位置的第几个 比如说我找到是这里 然后它同样位置的就是刘小华 把刘小华的资料带过来 其实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会找就用 match 找到之后呢 把资料带过来就是用 index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只是说我看很多同学对概念还是不太熟 这样的话就可以 其实跟V2函数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说V2函数只能找第一栏的位置哦 但是如果以后呢 因为很多同学问我老师我资料不在第一栏怎么办 我说你用 match 加 index 就好了 OK 就是这样子哦 那基于怎么做我们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我插入函数里面哦 我们会分两阶段先 match 先找到那个 80 分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呢我第一个会需要用到统计的函数 里面的 match OK match 在这里有没有 OK match 是指的是要找什么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参数跟那个V2很像哦 V2函数第一个参数就是lookup value lookup value是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这个分数 第二个是lookup array array的话是范围 我记得好像那个V2函数好像是array 他就插这个字 反正意思是一样 那意思是说你要去哪个范围找的意思 array的范围 就这个里面找找看 OK 找完之后的话呢 match type通常是输入0 0的话意思是说要找精确的 OK 那1的话呢 是找模糊的 模糊就是如果你找接近的就可以了 OK 因为他得到8怪怪的 为什么是8 所以通常的话我们就输入0 0是完全精确match 所以他会找到之后告诉你在第一个位置 你会看到这个底下这个就正 他的阵列 OK 那其实这个阵列有点像是那个list list其实是 所以他这个是大瓜糊 有没有 那在python里面是中瓜糊 OK 另外还有不一样 他回来的位置 如果是第一个他是0 python是0 有没有 可是这边是输给你是1 所以特别是 我是觉得在ecel里面 他的位置 比较人性化 他不会又从0开始 所以很多同学 从0开始 头脑就会开始卡住了 从0开始 他就规则是这样 没办法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按确定 我知道他在第一个 就是这个范围排第一个 OK 那可是我得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怎么把刘晓华带过来 所以接下来 你可以把这个match的公式减下 不包括等号 再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4-0里面 index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第一个array是指的是范围 范围的话 就是 其实未来可能 英文 divorced do not have aевой 所以我把 ran 匯名以外的 从A2一直选 全到D9 这个总共有4个ran位 OK 他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是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flowing的ア出提 那我就把刚刚Mesh这个贴上 它回来就第一列 因为我是找到的成绩在第一列 再来的话ColorNumber Color是指的蓝 那他问你说哪一蓝 因为我选给他的总共有四个蓝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要的资料在第几蓝呢 第一蓝就可以了 找是找第二蓝 要是要第一蓝 所以你这边输入1就可以了 同样的道理 以后反正类似的概念 差不多你就自己玩玩看 我觉得这个Mesh加一内还蛮重要的 那就输入1就可以了 好刘晓华就找到了 有没有 确定 那同样的道理 你就这个地方把它向右拉 他就找到其他人 不过你会发现好像都是刘晓华 因为刘晓华太高分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向右拉 不过向右拉的话 可能要把什么 把这个范围 把它先锁起来 其实只要锁 锁蓝就可以了 其实理论上锁什么 锁A跟D就可以了 不过当然 我们先全部锁 锁起来意思说向右拉不会改变 那再来Mesh的话 因为向右拉改成C 拉过来B变C 蓝会增加 裂号不会增加 其他都OK 按打勾就可以 向右拉 拉过来Mesh 这个也是找C 去这个范围找 没问题 D找这个 然后去这边也是 我里面 奇怪怎么是刘晓华 这坏掉 后来我本来以为坏 后来我发现不是 真的是刘晓华 不然把它分数改低一点 55分 有没有 张永华 85分 这也改一下 有时候是不是一种错觉 65分 又是张 怎么又是张永华 张永华是真的比较高分 这个分数的话 再把它改成40分 丁小语 所以 这个概念的话 如果你有的话 那同样的概念 同样的逻辑 其实也可以改在 那个 就是开始里面 只是说我刚刚讲 它的match 其实比较接近 python里面index 那它的index 实际上就是 中国阿武里面 抓到位置 所以如果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概念 ok之后的话 那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的这个程式 第一个 bmax 跟c bname 这个可以删掉 第二个的话 这个逻辑 也可以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不用产生 六个变数 跟三个逻辑判断 那我只要在这边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做什么呢 只要用max 小瓜阿虎 我去找b欄里面的最高分 所以国文就找到最高分 最难的在这里 这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你可以呢 用去找 因为呢 我的名字在a欄 那中瓜阿虎指的 就是说 它的所影词 所以这个有点像index 那里面的话呢 你就是用 去b 这个index里面 点index 这个有点像match 反而有点像在b欄里面帮我找 找什么呢 找这边小瓜阿虎 index里面 这个是一个函数 去找最高分的 那个位置在哪里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说我觉得这个写法是比较高阶的啦 刚刚那个写法是比较 比较手工一点 可是刚刚那个方法也不会有错误啦 只是说 如果以我的角度啦 当然我的习惯是 如果我今天先写完第一阶段之后 我会想第二阶段 有没有办法让程式更精简 如果有 那我会考虑用比较精简的写法啦 OK 但是 前提是说 自己的程度可能要到那边 不然的话有时候写的蛮辛苦的 你不要自己完全不理解 然后呢就是把它照抄 最后你还是写不出来第二种方法 OK 最后这个好处就是你enter过 你会发现这个 英文成绩呢 就直接怎么样 也可以直接写出来 这个是C嘛 这个什么 C里面帮我找 C里面帮我找 最高分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我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哇太简单了 如果你会的话 OK 就是类似像刚刚那个逻辑 C里面帮我找最高分那个位置在哪里 那再分别把这个国文 这个英文 这个把它改一下 数学 好 这样的话呢 把它run一下 你会发现上面都不用了 所以清爽很多直接就可以了 OK 直接执行 结果不OK呢 结果应该没问题 OK 第二种方法的话 稍微比较困难一点是说 我们可以结合那个 就是 这个 Excel的这个概念 这应该没问题 然后主要是这个地方 那也许我待会 不然我干脆把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把它截图贴上去好了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OK 我去贴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而且你可以试试看 用Excel的概念 我觉得Excel将来如果说 你要查资料 不在第一个栏位的话 其实可以配合这个方法来完成 这个概念有的话 你可以把它套用到Python里面来